我还有台Zoom版 一会儿看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去公司拿一下 接着飞吧 OK 准备骑我的小牛去坐地铁 因为北京的线飞区非常的大 我至少要出六环以外 才能玩我这个无人机 达到Zoom以后 然后再从西二七去坐昌平线 去昌平 昌平在六环以外 有一个公园叫白富城 那边是可以玩飞机的 OK 地铁来了 北京的地铁没有大家想象中 这么拥挤 不过我现在出来的时间比较好 你要是出来的太早的话 那地铁上面就全是人了 在北京玩飞机的飞游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我坐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地铁 终于到昌平这个地方 这块离禁飞区其实也不是很远 大概也就是离了有三公里左右 然后这是附近有一个桥 就这个桥还可以值得飞一下 然后其他周围就是除了山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今天天气也不怎么好 所以呢一会主要是测试一下 Mavic 2的重版和这个哈苏版的一些功能 画质的话 因为今天的天气关系 我觉得拍出来也看不出什么画质 我们就大概先尝试一下 这些飞机有什么好玩的新功能可以试一试吧 OK 我先把它组装起来 我们先来试一下Zoom版了 因为Zoom版它有一个变焦的功能 它在画质上跟Mavic Pro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我刚才在公司已经试了一下 这个变焦功能的话是24毫米到48毫米 两倍光学变焦 48毫米的话 去拍这个桥 我如果做一个环绕 我觉得可能要比我们常见的那种广角的环绕要有意思的多 所以先试一下吧 讲页我都已经装好了 然后这边要说一下 这个Mavic 2的这个保护罩终于改进了 怎么说的 我觉得还是不够结实 但是安装起来它是一体的 比原来的那个稍微大一点 主要的这个避障模式啊 所以向前飞是比较安全的 还是这样子 你要左右飞的话 在高速模式下 它其实避不了障 就速度太快 太停不住 然后标配的就是一个静音讲页 一会儿试一下声音效果怎么样 能轻一点 不要扰明是最好的 OK 那就开机 先把机器打开 好 我现在把卡插进去了 然后它这边有个提示啊 提示是这个 SD卡已经插入 然后是否切换到存储SD卡 这部如果你点取消的话 那么你即使插了卡 它还是存在机身上的 所以一定要点确认 而且以我的这个性格呢 我会再到菜单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存储位置 现在是SD卡59.2GB OK 这就确保了啊 否则的话 你放一张卡 结果没有存在卡里 还是挺麻烦的 而且机身 它只有8GB的存储空间 好了 那现在就已经可以起飞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Zoom版啊 它的右手的这个波轮 就是用来变焦的 然后它上面还会显示焦距啊 48毫米 降到最短是24毫米 然后左手波轮呢 跟原来一样是上上下 你看它向上的角度 可以达到30度 然后向下的话呢 是可以到90度 然后一般来说 按这个C1这个键 就可以直接把它回中 回到正常水平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习惯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起飞 看一下效果吧 返航点已刷新 声音的确听了很多 请留意返航位置 好那下面我就安全飞行 不跟大家说了 好这是一个广角的一个环绕效果 跟原来的Mavic Pro没什么区别了 24毫米的镜头 那我下面就用长焦的方式 再来做一组环绕 把焦点拉长 然后最长吧 这样感觉好像画面构图有点偏 偏高了一点 我再上升一点 好差不多 这边有一个可能性 就长焦来说的话 你要做这个环绕 或者说叫刷锅的话 难度可能会大一点 我也是第一次试啊 因为我没有试过雾的那种 反正我们来试一下 一直在拍摄 速度放慢一点 我觉得还行 挺稳的 你可以看到用长焦这种感觉 去做一个刷锅的话 跟广角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尤其是拍建筑啊 这个真的太明显了 这就一种大片的即时感就出来了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大片的场景上 实际上它都不会用超广角的镜头去拍的 一般来说都是中焦或者长焦 那像这个48毫米呢 属于中焦吧 因为在乌尔上面还可以用到 好像90毫米焦段的这种更长的焦 但是考虑到操控性来说 48毫米我觉得做这个刷锅很轻松 两个手在这个没有封的环境下 我觉得很轻松就可以完成这一次刷锅的这个拍摄 非常好 我等会就是斜上方推过去 然后去追一个车啊 我们去追一个车看一下 这么来看 其实48焦段 追车还是稍微短了一点 窝尔上面有890的 90毫米的焦段 那个追汽车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但是从安全性角度来说 其实我离这个桥还是挺远的 我还可以再往前进一点 让这个画面更有戏剧性一点 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就是效果 你在域Pro上面也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现在慢慢的推这个摇杆 去跟着这个桥走一下 哇 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真的不是 普通的无人机可以实现拍摄的 我在这个操控中感觉到一点 就是Mavic 2的这个操控杆的灵敏度 好像要比一代要高了 我轻轻一动 这个飞行速度什么的就起来了 你看我现在追这个车非常的稳 像这样的镜头 你用Pro你也拍不到 因为不能变焦 OK 所以说其实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为什么大江不出一款直接哈苏变焦版呢 有可能Mavic 3会出来吧 OK 那现在我就返航了 是HK 你这边是大江不出一样的 这边是 那边是 这边是 这边是 感谢观看